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纯粹的两个字歌手 所谓歌手就是指唱歌的人 以唱歌为职业为事业的人 虽然只有一个标签 但是很纯粹 周深的实力我们都是有无共睹的 曾经他的标签却不是歌手 而是有着很多的前缀 有人会认为那些是他的荣耀 其实那些前缀的 即使周深的荣耀和见证 更是一种束缚 束缚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 抛去那些繁琐的前缀和名称 从8月26号开始 他只是歌手周深 不再是固化在过去的那个周深 现在的他拥有了更多 周深的作品不仅仅是过去的那些 现在他的大鱼 仍旧传承度非常的高 歌手周深毕业于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是为经得起敲打的音乐高材生 回国之后 周深参加了很多知名综艺 如《中国好声音》第三季 蒙命唱讲 猜猜猜 音乐先锋榜 一起音乐吧 这就是原创等等 虽然在这一节目中 周深没有大火 可是却给他积累了不少的人气 而他的那些人气粉都是铁粉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是因为周深的音色好 唱功也好 声音清澈婉转 让我们注入他用声音所编制的梦境里 周深的歌一直都被大部分人们所爱 这也得利于周深的实力 周深拥有超强的长音 能够演绎美声 通俗 民族等不同的演唱形式 能轻松的诠释花腔 民谣 电音 二次元 说唱等不同风格的音乐 周深的歌曲往往都被应用于动漫领域 比如被大家所认可的大鱼 就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 只要提起大鱼 就会想到电影《大鱼海棠》 周深的创作歌曲和演唱的歌曲是非常多的 但是在周深的微博主页 周深仅有《大鱼》这个标签 可以看出这首歌 真的是周深里程碑式的歌曲 《大鱼》这首歌 主歌部分旋律优远 绵长歌词化密感 丰富又不乏动人细节 从灰红场景过渡到细腻情感 如诗一般直说人心 副歌旋律渐渐扬起 辽阔空灵 歌词更是直书春的情感 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哀愁 让人不禁沉醉在《大鱼》的音乐和故事中 周深以独特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建长 在《大鱼》中的演唱一如既往的干净 从低音浅唱 娓娓道来到幽软激昂 层次丰富又以深情一以贯之 将《大鱼》中的春 昆 秋 复杂的情感命运 营唱的细腻翡测 空灵动人 不管是词曲还是演唱 印象曲《大鱼》都与《大鱼海棠》的内涵一脉相称 与电影的国风路线一样 歌曲也秉承了幽远的国乐之风 云音绕梁不绝于耳 这首歌说是周深的顶级传统曲目 也不足为过呀 周深的嗓音 仿佛就是为了这些优美的歌所准备的 每一首歌都能够让人如痴如醉 周深自学成毕业之后 一直都是勇于创新和探索 每年每月都坚持发歌 既高产又高智 周深如果说凭借几年前的歌 也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歌手 但是周深在自己的歌被广为流传的时候 依然艰苦的创作了六年 在8月26号 周深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歌手的信心和底气了 也开始得到了网友的赞扬和支持 行至今日 周深有了很多粉丝宠他 他也配得上这些宠爱 他感叹自己 幸好没有一夜爆红 而是如蜗牛那样往上爬 熬到现在 终于靠着自己出色的才华证明了自己 周深为什么突然火了 其实并不是周深火了 周深其实不火 他只是终于被大众所认识了而已 作为一个歌手 周深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有太多的头衔 他就是喜欢唱歌 也不断地在磨砺自己的唱歌技巧 然后凭借实力 手一手地唱入了人心 凭借着大鱼 渐渐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周深是一个特别热爱唱歌的人 在社交网络平台上 经常会与粉丝亲密互动 时不时开个玩笑 欢乐欢乐 让人感觉到十分可爱 周深拥有中国优质的嗓音 纯质且优美 一曲奇遇的欢言 获得了导师们的盛赞 更令观众惊呼 惊为天人 高小松评价 借乎同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 一个人的唱诗班 周深这种干净嗓子 在当今的行业更加是少见的 大家都是拐弯唱歌 拐来拐去 去傻各种东西 像她这样的安静美男子 安静唱歌的太少见了 所以我一听她的声音 就丝毫没有抵抗力 周深被誉为 国曼御用歌手 国曼吉祥物 只要听过这位歌手的歌 都会惊呼 果然名副其实 周深的声音所带来的空间感 代入感 配动漫简直完美 演唱的动漫作品如下 大于海棠印象曲 大于大护法 宣传曲 不说话 白日蛇 圆曲 片尾曲 圆起 美食大冒险之 英雄会 片尾曲 没有说完的故事 昨日清空 青春告白曲 来不及勇敢 陡破仓球二 杀之蓝歌 主题曲 退 阿拉德 宿命之门 片尾曲 黎明的翅膀 可她爱着这个世界 灵感来源于 下目有人杖 周深自作曲 周深唱歌的时候 天地仿佛是化为了 周深一个人的舞台 一个人的唱诗班 仿佛听到了百零秒 在唱歌的模样 她一开口就能够把我带进 那个北明有余的画面 美声与流行的结合 循着她的歌声 大雨的梦境 一切会倒流到最初的相遇 周深的歌有一种 被治愈的感觉 尤其是《亲爱的旅人》 这首歌心情不好的人 听了这首歌之后 伴随着周深哭铃的 拉拉拉拉拉拉 就有个放松下来 色不开心的阴霾 都会风飘云散 闭上眼睛听这首歌 能看到明媚的春光 柔软的碧草 依你的樱花 在天边绵延 地浪翻滚 撞击雕石 激起白色浪花 火车渔花海中呼啸着穿行 女孩从车窗中探出头来 微风浮动 青丝飞扬 为寻找或者告别 耗尽一声 也足够让人动勇 感谢周深 他由这首歌 把我带回了那 几乎已经被忘记的 童年记忆 那春日悠闲的云朵 落花的粉瓣 草地间不知名的 蓝色四半小花 都被歌声一一唤醒 轻轻扣机着 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周深的歌 很多都能带给 我们治愈的感受 周深在8月26号改标签 代表了无论是中国好声音 还是深入人心 对他来说 都只是过往路上的一站 重要 却绝对重要 不过当下和未来 那些收获和伤害 从此就都翻过那一页吧 这样的天赋 这样的努力 这样的坚持 这样的专注 都实在是太难得了 正因为如此的难得 才让我们更加尊重他的付出 更多的呵护他成长 更是珍惜他留在舞台上 歌唱的时间 陪伴就是最好的告白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